一口气看完中华民国38年历史 1911年 辛亥革命爆发 革命党发起了推翻清政府的武装旗 同时全国各省纷纷响应旗 并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 1912年1月1日 孙中山在南京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全国各省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2月12日 袁世凯迫使溥仪退位 至此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地质结束 同年 孙中山让位袁世凯 袁世凯正式成为大总统 袁世凯上台企图称帝 下令解散了国民党 撤销国民党员的议员资格和强制解散国会 同年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权建立 之后又规定总统可以无限制地连任 总统继任人 由现任总统提名推荐 1913年3月 宋教人以党首身份受袁世凯之邀 前往上海参加国会 宋教人在上海火车站遇刺身亡 7月 李列军在孙中山的号召下 在江西宣布独立 定告桃园 南方革命党人纷纷响应 发动二次革命 9月在袁世凯的质押下 二次革命宣布失败 孙中山 黄兴 李列军逃亡日本 1914年7月8日 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 后来改组为中华国民党 同年7月28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915年1月18日 日本向袁世凯递交21条 21条的要求 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企图蚕食中国 1月26日 申报曝光21条交涉的内幕 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 上海数万爱国人士 纷纷反对日本对华 提出21条 推动了国内反日的高潮 并抵制日货 5月9日 袁世凯为了实现皇帝梦 与日本秘密签订了丧权辱国的21条约 史称五九国池 9月15日 陈独秀 李大钊在上海创办新青年 唤醒了一代青年 使中国的知识分子 在社会上掀起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12月12日 袁世凯宣布恢复地质 登基称帝 史称红县皇帝 12月25日 唐继尧 蔡厄 李列军等人在云南宣布独立 并且出兵讨员 此战袁世凯军队受挫 随后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 1916年2月18日 中华革命党在湖北起义失败 3月10日冯国章等5人 联合发电给袁世凯 追其退位 取消地质 3月23日 袁世凯致电请蔡厄停战 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地质 恢复了共和制 6月6日 忧愤成绩的袁世凯 因药毒症不治去世 中国开始进入军阀割据混战时代 1916年至1917年 中华总统黎元宏 与总理段祺瑞 展开权力斗争 实称府院之争 1917年6月14日 张勋利用黎元宏与段祺瑞的矛盾 率5000链子兵 进京拥护溥仪复毙 溥仪登基后 遭到全国反对 复位仅仅12天 以失败告终 1917年7月 晚夕军阀段祺瑞 控制北京政府 拒绝恢复中华民国国会 和临时约法 孙中山联合贵系 滇恩系等西南地方军阀 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 讨伐段祺瑞 同年段祺瑞 以北洋武力镇压西南护法运动 挑起第二次南北战争 1918年 孙中山遭到贵系军阀排挤 第一次护法运动 以失败告终 同年11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919年1月18日 巴黎和会上决定 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转交给日本 5月4日 五四运动爆发 广大群众 市民 工商人士等 通过示威游行 请愿 罢工 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 进行爱国运动 又称五四风雷 1920年7月14日 以段祺瑞为首的晚西军阀 和吴佩孚 曹坤为首的直系军阀 为争夺北京政府统治权 爆发直婉战争 结果直系和凤系军阀 合作击败晚西军阀 共同取得北京政权 段祺瑞下台 同年 陈独秀 李大钊 张申甫 张国焘 董碧武 陈谈秋 毛泽东 何淑恒 王进美 邓恩明等人 先后在武汉 长沙 广州组建 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3月13日 沙俄不顾中国反对 与蒙古 签订了俄盟协约 蒙古宣布脱离中国 5月5日 孙中山在广州 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 同时下令讨伐 桂席军阀陆荣亭 6月26日 粤军占领吴州 7月23日 毛泽东 董碧武 张国焘 陈独秀等人 召开中共一大 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 1922年4月29日 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 以曹坤 吴佩福 孙传芳的直系军阀 和张作霖为首的 奉系军阀 发生战争 张作霖败北 直系获胜 6月16日 陈炯明叛变 率领4000余人 围攻总统府 炮轰孙中山的住所 孙中山逃离广州 1923年2月7日 共产党领导 第一次工人运动 罢工高潮 遭到直系军阀 吴佩福武力镇压 前后牺牲52人 被打伤300多人 罢工最终以失败告终 亦称为二期惨案 1924年6月16日 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 和苏联的帮助下 在广州东郊的黄土 建立陆军军官学校 史称黄土军校 9月至10月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直系军阀惨败 北洋政府落入奉系军阀手中 1925年1月7日 广东革命政府 东征陈炯明 击溃陈炯明 东征军控制东江地区 随后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 并将所属军队 变为国民革命军 3月12日 孙中山在北京病逝 事事前夕 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的号召 5月15日 上海日商停发工人工资 共产党员顾正红 带领群众与资本家论理 日本资本家枪杀顾正红 公然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 打死13人 重伤数十人 逮捕150余人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武萨惨案 帝国主义的屠杀 点燃了中国人民预计已久的 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怒火 从6月1日起 上海全市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 学生和工人掀起游行示威 罢工 罢市 罢课 6月1日到10日 帝国主义者又多次开枪 打死打伤群众数十人 英 美 义 法等国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全部上岸镇压 上海人民不惧怕帝国主义的武力镇压 相继有20余万工人罢工 5万多学生罢课 就连租借雇佣的中国巡捕也响应号召霸党 武萨运动的狂飙迅速席选全国 从工人发展到学生 商人 市民 农民等社会各阶层 并从上海发展到全国各地 全国各地到处喊出打倒帝国主义 废除不平等条约 为死难同胞报仇怒吼声 中国人民反帝斗争 得到了国际革命组织 海外华侨和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援 在莫斯科举行了50万人的示威游行 声援中国人民的武萨运动 并为中国工人捐款 在世界各地 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 举行集会和发起募捐 声援武萨运动 在英 日资本家先后答应 承认中国政府颁布工会条例 所组织之工会 对罢工工人在生活上 予以相当之帮助 着加工资 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等条件后 各业罢工工人从8月底到9月上旬陆续复工 武萨运动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高潮 1926年1月11日 张作霖在东北三省宣布独立 1926至1927年 国民党为了打倒帝国主义 推翻军阀统治 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领导国民革命军 挥师北伐 北伐开始后 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从珠江流域 打到长江流域 蒋介石消灭了吴佩福 孙传芳 重创军阀张作霖的军队 在此期间 北伐军迅速壮大 由10万人 发展到30多万人 1927年4月12日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 发动了反对国民党左派 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 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 以及革命群众 史称412反革命政变 7月15日 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 在武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进行大逮捕 大屠杀 史称715反革命政变 至此 国共第一次合作大革命宣告失败 1927年8月1日 在周恩来 贺龙 叶挺 朱德 刘伯成等人的领导下 发动南昌起义 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态的第一枪 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 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9月9日 毛泽东在香港边界领导秋收起义 随后全国各省共产党员相继发动起义 1928年 日本人向张作霖抢锁铁路权 张作霖却仗着自己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 不肯屈服 于是 日本关东军决定 在张作霖回东北的路上 除掉这个眼中钉 6月4日凌晨5点30分 张作霖乘坐的专列经过惊凤 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栋桥时 火车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炸毁 张作霖被炸成重伤 张作霖被送回沈阳后于当日死去 史称黄孤屯事件 1930年5月10日 蒋介石与严西山 冯玉祥 李宗人等在河南 山东 安徽等省发生的一场新军阀混战 最终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 史称中原大战 1931年9月18日 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 突然袭击沈阳 以武力侵占东北 918事便爆发 抗日战争正式开始 此后 日本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 东北全境沦陷 日本在中国东北 建立了为满洲国傀儡政权 开始了对东北人民 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使东北三千多万同胞饱受痛苦 1932年1月28日 日本突袭上海扎北 蒋光耐 蔡廷凯领导第十九陆军英勇奋战 给日军以迎头痛击 迫使日军先后四次更换主帅 避伤日军近万人 史称一二八事便 1933年1月3日 日军侵占中国的山海关 9月25日 蒋介石对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 1934年10月10日 中央主力红军会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 进行战略转移 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12月9日 北平爱国学生和广大工人 农民 市民三万余人 举行示威游行 喊出了反对华北自治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停止内战 一致对外的口号 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 史称一二九运动 同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议召开扩大会议 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1936年10月 红军三大主力军 在甘肃惠宁会师 长征胜利结束 12月12日 张学良 杨虎成 为挽救民族威王 在临统对蒋介石实行兵舰 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 12月25日 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 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 联共抗日 史称西安事变 1937年7月7日 日军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 史称卢沟桥事变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 7月29日 北平 天津先后沦陷 8月13日 日军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中日双方共投入100万军队战斗 此战持续了三个月 粉碎了日本 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 史称松湖会战 9月25日 林彪指挥八路军 一一五师 在平行官服击日军 歼敌一千余人 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史称平行官大捷 12月13日 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 日军攻入南京城 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和奸淫 放火 抢劫等血腥暴行 大量平民及战俘 被日军杀害 无数家庭支离破碎 南京城三分之一建筑被烧毁 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超过30万 1938年3月16日至4月15日 李宗仁指挥中国军队 在山东藻庄 对孤军深入的日军 进行浴血奋战的阻击和外线迂回包围 击破日军 击战数日 避伤日军一万余人 日军丧魂落魄 狼狈逃窜 史称台儿庄大捷 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5月10日厦门沦陷 5月14日合肥沦陷 5月19日徐州沦陷 6月11日 武汉会战爆发 中国军队多次击退日军进攻 歼灭日军25.7万人 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 此以后 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6月12日安静沦陷 10月21日广州沦陷 10月10日 以冷云为首的东北抗日联军8名女战士 在背水战至淡尽粮绝 不愿做俘虏而选择投江 史称八女投江 10月24日 蒋介石下令放弃武汉 武汉沦陷 12月29日 汪精卫公开投敌叛国 1939年11月7日 日军队禁察纪边区 进行冬季大扫荡 杨成武指挥部队 在黄土岭伏击日军 此战击毙日军 统率阿卜闺秀中将 1940年8月20日 八路军在华北敌后 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 参战兵力达105个团 约20余万人 摧毁了日军的交通和根据点 史称百团大战 1941年12月7日 日本偷袭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12月23日 中国远征军正式入眠 发起滇缅路作战 完成了打通滇缅公路的任务 1942年5月1日 日军在华北开始武夷大扫荡 实行三光政策 即烧光 杀光 抢光 同年 河南发生严重大饥荒 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 造成3000万人受灾 300万人饿死 1939年9月至1942年 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 在长沙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 最终以中国军队的天炉战法 大获全胜 歼灭日军 共计11万余人 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粉碎了日本消灭中国军队主力 以战破降的战略目标 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史称长沙宝贵战 1944年10月4日 日军占领福州 福州地区第二次沦陷 10月28日 日军包围桂林 直逼柳州 11月11日 日本发动了号称 一号战役的玉香贵战役 此役中国损兵60万至70万 丧失四个省会和146所城市 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 6000万人民 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 1945年1月 日军攻陷越北曲江 打通越汉路 3月9日 美军轰炸日本东京 4月2日 美军开始在日本本土 进行大规模轰炸 4月9日 日军集中五个师团 一个旅团约8万人的重兵 在130多架飞机的配合下 分别由新宁 邵阳 易阳 向湘西发起进攻 湘西会战开始 5月17日 中国军队第八十时 向福州古凤山的日军据点 发动进攻 5月18日 日军独立混成第62旅团 全部撤离福州 中国军队第二次收复福州 5月19日 中国军队第八十时 收复马尾镇与长乐县城 5月22日 中国军队第八十时 收复连江县城 5月27日 中国军队第159时 收复南宁 6月7日 中国政府军队在湘西 发起反击 痛歼日扣2.4万人 被日军攻占的地区全部收复 湘西会战 以日军大败宣告结束 6月29日 中国军队第九十一师 收复柳州 7月16日 中国军队收复湖南易阳 7月17日 中国军队收复赣州 7月24日 中国军队收复镇南关 7月28日 中国军队第三方面军 收复桂林 8月2日 中国军队收复广西陵川 湖南新宁 江西上高 8月6日 美国在日本广岛与长崎 先后投下原子弹 8月15日 日本法西斯宣布 无条件投降 11月11日 中国收复台湾 1946年6月26日 蒋介石破坏国共双方 签订的停战协议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 人民解放战争开始 7月13日至8月31日 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15个旅约12万人 对苏中解放区发动进攻 华中野战军 司令员素玉 先后进行七次作战 七战七截 共歼灭国民党军队 一个整编师部 6个旅和5个交通警察大队 共计5万余人 1947年 胡松南率领25万人 攻占延安 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延安诱敌深入 此后 人民军队在40天内运用蘑菇战术 连打三个殲灭战 殲敌1.5万余人 稳定了陕北地区 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 东北野战军 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 殲灭国军47.2万人 解放了东北全境 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 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两军配合 分三个阶段 以伤亡十余万的代价 殲灭及俘虏国军55万余人 解放了长江以北大边土地 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 东北野战军 以伤亡3.9万人的代价 殲灭和改编国民党军 一个战略集团52万余人 人民解放军在辽省战役 淮海战役 平津战役 这三大战役 共殲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 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境 4月20日 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 解放了南京 国民党统治彻底覆灭 1949年1月31日 北平和平解放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 新中国宣告成立 至此38年的民国历史结束